我是在SoulWorks做了一年多的QA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 在一个Scrum团队里 软件测试 如何把软件测试做好 来为我们的产品质量保驾护航 在做分享之前 我想做一个小调查 就是我们在场有了解过Scrum的 可以举一下手 还挺多的 有做软件测试的吗 好 非常棒 好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讲解 今天的讹真 我会先给大家 刚开始会介绍一下Scrum 因为Scrum背后是其实很大的 它会和敏捷有一些关系 也会和我们的看板有一些关系 但是因为今天我们重点是在讲软件测试 所以在Scrum这个地方 我们会简单做一些简单介绍 然后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它在Scrum这个模式底下 软件测试的一些日常的活动 接着呢 我会再讲一下 Scrum模式里面软件测试的一些优势 还有它的劣势 以及它所相关的一些挑战 以及去如何应对 然后在最后一个模块 我会总结出来 就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 因为我做软件测试已经很多年了 等一些成功新法 OK Scrum是什么呢 Scrum它其实是和看板一样 它是敏捷的一个项目管理框架 它强调的是一个团队合作 还有责任 还有迭代过程 它强调的是我们以简单的一个前提开始 而不必要在软件开发前期 将整个产品的全貌去设想清楚之后才会开始 我们讲究的是先生产出来一个产品的一个MVP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功能 然后开始就可以开始去开发了 对 然后在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在Scrum的一个整个流程 Scrum它有四个主要的一个流程 也就是它的会议 有一个叫Dalyscrum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美食战会 接下来是福人的Plant Meeting 就是我们在开发之前的一个冲刺会议 接下来是一个冲刺展示 就是我们平时工作中所说的Showcase 最后是一个回顾会议 就是一个Rachel 是大家坐在一起 看一下我们整个迭代 或者整个冲刺阶段 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是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OK 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右边这张图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Scrum里面的人员主要的角色 这边会有一个产品负责人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Product Owner 接下来是我们的Scrum Master 这个是在Scrum的软件开发框架里面 所特有的一个角色 它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帮助我们在软件开发迭代 或者冲刺里面 帮助团队会去解决一些blocker 或者说是推动blocker的一个解决 就是为我们的软件开发人员 还有不管是需求分析师 测试分析师来排油简单 接下来最后一个是我们的开发团队 这里的开发团队和我们平时的传统的软件开发相比的话 它里面会包括我们的需求分析师 包括我们的开发人员 还有我们的测试工程师 可能在有些公司里面 可能还会有我们的交付经理之类的 这个我们都会统筹划分在我们的开发团队里面 OK 这是scrub团队里面的一个人员组成 然后大家会看左边这个地方 左边这个地方有一个产品经理 首先他会拿到一个正方体的一个大的产品模块 在拿到之后他会和我们的BA需求分析师 将它划分成一个拆分成产品的列表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我们的整个冲刺的计划会 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开发团队 我们的产品负责人 还有我们的BA需求师会坐在一起开会 再找出我们整个项目规划里面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功能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MVP 然后首先我们会从这个MVP开始着手去做开发 到这里呢 我们就整个就开始进入了我们的迭代的过程 进入迭代的时候 我们的需求分析师会拿到我们刚才找出来的MVP 会把它再拆分成不同的story 也就是更加小力度的一个功能模块 然后直到开发人员可以下手去做 对 然后在做这个之前呢 我们会对我们的story做一个估算 然后看到它的复杂度 一般的复杂度是不能太高的 这样的话我们开发人员是不容易去开始去开发 而且我们的测试人员呢 也不会很方便去测试 因为它的模块可能太大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是可以邀请我们的需求分析师 将这个模块再拆更小的力度去做 OK 哎呦 sorry OK 然后呢 就到我们 我们这边就开始点 开始做 OK 然后到我们 OK 到我们的开始就开始做我们的story了 开始做story了之后 然后我们会结合一些敏捷的一些实践结合在一起来保证我们的软件开发进度和软件开发质量更好的去执行 第一个呢是我们会有一个每日战会 这个每日战会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团队 包括我们的需求分析师开发还测试会坐在一起每天早上 在开始今天的工作之前 我们会告诉团队 OK OK我昨天做了什么我今天要做什么 然后我昨天的工作或者我今天将要做的工作会有什么blogger没有 然后是不是需要团队去给予support 是不是需要我们的square master去协作 我们的这个blogger是不是需要团队外面的人去介入 这个是在我们的每日战会里面会讲清楚 而不至于我们在整个今天的开发中会做不下去 或者说是开发效率或者测试效率会降低 所以我们需要在每日战会中去及时的提出来 OK 接下来呢在做卡之前呢 我们的开发工程师和测试工程师 还有我们的需求分析师 会针对我们将要做的这个story或做一个kickoff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开卡 就是一个仪式感 就开始做人家卡了 然后在做这张卡开卡的时候 我们需要和我们的需求分析师讨论清楚 我们这张需求我们这张卡的需求是什么 包括它的主要需求还有细节需求 都是需要去澄清 OK接下来 然后当开发人员就开始开始开发我们的story 它开发完之后 然后这三个角色又会坐在一起做一个desk check 也就是我们的周边检查 这个呢会是会由我们的开发人员去主导 做的开发人员的作为跟前 然后开发人员会把它做的功能的核心部分 给我们的测试人员 还有我们的需求分析师做一个show case 就简单的show case 然后确保三方的理解是一致的 没有任何gap OK这样的话 一个story一个story做下去 那我们整个迭代基本上已经做了 整个的规划基本上做差不多了 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我们的冲刺评审会 这个冲刺评审会就对应的是这边的冲刺展示 我们的sprint row也就是我们的show case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会把所有成员交在一起 当然在这个环节我们更希望involve就是level越高的人再越好 这个时候我们会把我们整个迭代或者说是冲刺中所做的功能 做一个展示给高森去展示 他们可能会在中间会有一些feedback 然后还有product owner 他可能会结合我们整个开发团队做的这个功能 是不是我想要的 是有什么feedback给到团队 然后团队可以把这些feedback 给到下一个sprint里面 然后我们更加持续的去把它做好 就是达到我们的product owner想要的结果 在此之后呢我们会有最后一个 也就是我们的回顾会 也就是Rachel 这边的冲刺回顾会 这个回顾会呢也是为了配合敏捷 我们讲究的是持续改进嘛 所以在整个每一个冲刺或者迭代后期 我们需要回顾整个迭代里面有问题的地方 做的好的地方我们要加以肯定 然后在整个迭代过程中 我们的任何人原先里面有什么顾虑或者问题 或者我们团队出现的一些 不管是基础方面的 还是相互管理方面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会议上去提出 然后挑出里面比较top 根据我们的团队大小 还有我们的时间限制 挑出来里面top5或者说是top3的一个item 做一个讨论最后给出它的action 然后需要找到人去follow 然后确保它是在中间是解决掉的 然后不会让它这个问题带到我们下一个冲刺 或者迭代里面 以保证我们的每个迭代的旧问题都是解决掉的 就是团队是全身心的投入在我们的软件开发和软件测试里面 不会因为之前的旧问题就影响你的效率 OK 这是Scrum的一个整个流程 接下来呢我会讲一下软件测试 也就是我们的QA在这个Scrum的模式里面 它所独特的一些软件活动 OK 这个地方我们刚才提到了 也就是战会 然后战会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Daily Scrum 然后我们软件测试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仔细倾听 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整个团队 每一个开发人员 它当下所做story的一个具体情况 它这个story完成的情况 以及它就是一个遇到了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要做到心知肚明 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及时暴露我们的测试风险 因为在我们的连带初期 我们可能已经知道我们这个项目 或者整个模块什么是会上线 所以但是我让我们在平时测story 和做一些软件测试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我们需要把这个暴露给团队 让整个团队去了解我们的测试状态 而不是只有我们测试人员自己知道 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应该也要需要及时向团队去 让团队去知道寻求帮助 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测试状况 比如说我们整个功能模块 我们测了哪一些部分 还剩哪一些部分 然后我们测试的 就是优先级比较高的bug有哪些 优先级比较低的bug有哪些 这些呢都需要向团队 让团队知道 让他们参与到整个软件测试过程中 了解整个软件测试的过程 而不是就是只投入在自己的软件开发 或者需求分析的工作上 通过站会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们的软件测试人员 可以了解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概况 当我们的产品经理 或者说我们的项目经理去问 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上线的时候 这个不管在任何时候 我们的软件测试人员心里是非常 就心知不明是非常有谱的 可以随时给出一个答案 我们今天能不能上线 然后如果不能 我们的bug有哪些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上线 这个是由我们的测试人员 最后为团队去保驾护航 告诉我们的产品 告诉我们的项目经理 对OK 然后是开卡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kick off kick off对测试人员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开卡没有做好的话 可能会导致我们很多bug 是在遗留在后期 而且导致你在测卡的时候 是会非常痛苦的 开卡呢就是 针对测试人员他的一些 要special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我在开卡之前 我从BIN里和开发人员那里了解到 我接下来要开哪一张卡 测试工程师需要了解到这张卡 背后的逻辑和它结合上下纹 结合整个需求背景 这张卡的需求是否合理 然后它是否会有一些special的case 然后结合我们的软件开发的 它在实现功能的一些技术逻辑上 是不是会有一些complete之类的 这个都需要我们在开卡之前 就是需要考虑到 然后在开卡的时候 就可以和我们的开发人员 还有我们的需求分析师 去确定清楚 OK 然后这边的不确定的需求 是需要和BIN去确定清楚 还有一些special的点 然后最好的话 这个地方我还写了一个 这个是要补充AC 补充AC呢 这个不一定是 就是测试人员去做 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测试人员会和开发人员 坐在一起 把我们认为比较特殊的点 或者比较难处理的点 我们需要整理清楚 和我们的需求分析师 确认清楚 把它放在我们的story里面 一定要落实在我们的comments里面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客户是跨部门的 或者说是跨公司的 这些东西 就是你在kick off的时候 一个会是不能留下 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所以我们需要写在卡里面 在我们整个后面产品交付 发现什么比较奇怪的bug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是可以拿出来去check 然后就作为一些凭证 而且在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 在补充AC 所以在它开发人员开发完卡之后 我们在桌边检查的时候 开发人员会结合我们上一个环节 所补充的AC 它输列出我们整个的核心的部分的一些AC 然后会去做下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的桌边检查 所以我们桌边检查是对上一个开卡部分 这个环节是有非常的强依赖性 OK 然后在桌边检查的时候 我们的测试人员最主要的职责是什么 第一是我们需要确定 开发人员所展示的部分 是已经覆盖了我们的核心功能 也就是说这个story的80%的核心功能 是不通过的 并且我们需要站在测试的角度 为我们的开发人员合测和需求分析师 提供我们比较站在测试人员的角度 比较special的 而且我们要站在开发人员实现的逻辑上 比较可能会出现的异常的部分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桌边检查中提出来 让我们的开发人员做一个展示 而不至于这个hug会流到下缘 也就是我们这个story到我们测试人员手里的之后 才会被发现 这个时候它的修复成本就会变大 OK 然后开发测试人员就开始测试故事卡了 然后在后面的话 它可能还会做一些集成测试 集成测试 比如说我们前后端集成的集成完之后 测试人员是要做一轮集成测试的 然后下来就是一个回归测试 回归测试就是上线前 我们前几个迭代所做的功能 这个时候测试人员是需要去回归一下 然后还有第二个场景呢 是我们当我们开发人员 认为我们的代码的CodeSmile 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它会做一些重构 那它一旦做了重构 那我们测试人员可能是需要做 也需要做一些回归测试 当然做这个回归测试之前呢 我们是需要和他们了解清楚 我们整个重构的地方可能会影响到功能模块 而不是盲目地去做 需要结合他们的重构的点 然后会去做一些重构测试 我跟这边其他测试 还有什么GUI测试 我这个地方就不会再详细讨论 OK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提供了 在Scrum那个软件开发框架里面 软件测试的一些特点 第一个是它的优势 优势呢是我们的测试人员 可以参与我们前期 前期产品功能的一个愿景设想 也就是说我们 当我们从客户那边知道 我们要做这个产品功能的时候 我们的测试人员是和我们的需求分析师 是可以一起知道我们的产品愿景 了解出来客户想要这个产品 是为了干什么 然后它是可以对我们的客户带来什么价值 并且结合这个产品背景 我们也能够提前了解到 作为用户 他能够从这个产品所了解 所得到的一些价值 所以它是和传统的软件测试相比的话 更早地接触到我们的产品愿景和一些需求点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需求拆分比较细致 就是在Scrime里面我们讲究的是卡 就是BA在他们拆卡的时候 它有一个原则 就是卡是拆得越小越好 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估这个卡的复杂度的时候 5是一个上限 假如说复杂度已经达到5的时候 我们的开发人员和我们测试人员是可以要求我们的需求分析师把它拆小 拆到两个点或者说是三个点 然后我们才会开始去做 当然的话在拆卡还有我们的布点的时候也会是有一些方法论的 这个今天我就不会再设计给大家讲 第三个点是它和传统软件配置相比的话 它会有我们可以和我们的需求分析师 还有我们的开发工程师可以随时的去Pair工作 而不至于在软件可能功能模块已经开发出来之后 我们软件测试人员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 我们这个需求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需求变了什么时候变了 它不至于它是最后一个知道 并且在每一个story的时候 它所实现的一些技术细节 它是怎样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模块 是掉了哪些方法 它可能影响到了哪些功能模块 这个时候我们软件测试人员其实也是知道 和开发人员通过开发工程师去Pair 它也是知道的 OK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是全全把控质量 一般的Scrime团队里面呢 我们的开发测试的比例会是4或者5比1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测试人员其实是非常稀缺的 所以整个产品软件质量 其实最后的决定权都是 所有的决定其实都是测试人员说了算的 然后在整个软件开发过程中 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最近的产品质量不是很好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组织一些提高产品质量一些活动 这个时候呢测试人员可以去引望我们的所有的团队 去参与到我们的软件测试活动中 提高我们的软件产品质量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测试工程师是全权负责产品质量 从开始到结束包括我们上线 这些还有打个bug要先修后修 这个的时候我们软件测试是有绝对的决定权 然后我这边提到劣势 刚开始刚提到了 就是我们的变化是 需求变化是非常快的 比如说我们需求分析师刚开始说 举个例子 他刚开始说 我们的需求是1加1等于2 OK 我们马上都开始做了 然后他可能睡了一晚上 他说我们的需求变成1加1等于3 所以呢 需求变化是非常快的 我们的软件测试是需要去及时享用的 这也就是它的一个列式 而且我们的开发的后期 也许我们这种功能模块已经开发完了 但是可能 可能它和我们的整个需求背景是有 是相似的 可能这个时候我们需求也会改变 然后这样的话 软件测试也是需要去及时享用的 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的话 我们在前期的 刚才提到的产品月明 以及它的那个PayCourse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想着长远一些 把这些东西要提前暴露出来 而不至于就是减少我们的变化 当然变化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是要 就是在前期是学会去控制它 OK 然后是叠掉后期的测试任务 通过比如说有一个功能模块 我们的开发人员刚开始 不管是技术 技术的实现没有确定 还是我们的需求是没有确定 这个时候他们都会去讨论 还有准备 还要做一些spack的工作之类的 这个时候软件测试器 这个时候 它没有去开始开发 也就是说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story 不是一个一个流向到 我们的测试人员手里 当他们想清楚 它的需求要怎么做的时候 它的软件开发技术 要怎么实现的时候 那可能整个软件开发团队 就会全铺在那个上面 就开始去做 并且我们的产品上线 可能在前期耽误之后 时间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紧张 所以留给开发人员 可能也就会为加班加远 去开始开始开发 这样的话到最迭代的后期 流向测试人员的story 的测试任务就会变重 OK 然后第三个点的列 也是在一些重大型的项目中 我们的回归测试是任务 是比较重的 因为大家可以通过刚才的介绍 就我们的软件测试 在前期表 包括我刚才说 Pickoff Check DeskCheck 还有一些集成测试 其实是花费了很大的effort 如果这个项目 有些项目它非常大 或者说是 工动模块非常复杂的情况下 我们的测试人员又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为了保证 它的产品质量 所以所做的回归测试的量就会比较大 OK 这是它的练势 然后是挑战 第一个是成功的挑战 这边提到的是一个沟通挑战 大家可以看到 Scrum和Scrum的软件开发模式里面 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会议 我们需要有跨角色的沟通 我们需要和我们需求分析师去沟通 和我们的Product Owner去沟通 和我们的软件开发工程师去沟通 所以它对我们的沟通技巧是非常地要求非常高的 它们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软件需求分析师和软件开发工程师 它们的思维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软件需求分析师呢 它可能完全站在我们的需求角度去考虑问题 它可能不了解或者不知道我们的技术实现 但是我们的软件开发工程师呢 它可能又沉浸在我们的软件开发当中 一直在想我们的代码是怎么实现 我们的代码怎么写的好看 所以在它们两者之间呢 软件测试就非常重要了 它是把上下两个角色连接在一起 在和两个不同角色去沟通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转换我们的思维 让它了解到我们的沟通背景 OK 然后还有一些部分是跨部门的沟通 比如说我们的客户是不同部门 然后可能还是其他公司 或者说是其他国家的 这个需求分析软件测试工程师呢 他在和他们沟通一些我们的上线计划 或者说是我们的需求的时候 也是因为毕竟是客户嘛 我们可能需要考虑到 既不能让他感觉到对他的需求 我们是全盘接受 也不能让他感觉到 我们是在排斥去做一些改变 并且呢 我们把从需求产品经理 或者说是客户那边得到了一些 比较意外的需求的时候 软件测试把它带到我们整个开发团队 我们需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开发团队去 很情愿地去测去做这些新家的story和这些就是计划之外的story 这也是需要一些沟通技巧 第二个的话我写的是警惕质量警察的思想 就是合作并非强制执行 是因为我观察到在我身边嘛 有很多软件测试工程师 他把自己和开发人员的关系 就像传统软件那样 他定义成一个敌对的关系 我知道有一个公司 他可能还会以你 就是你开bug的数量作为你的kpi考核 那么在scrum里面呢 我们其实是不提倡这样的 举个例子 当我们在软件测试在发现一个bug的时候 那软件测试人员A呢 他可能对我们开发人员会说 谁谁 你这个怎么又错了 去给我修一下 软件测试A可能会这样说 那我们的软件测试人员B呢 他可能说 比如说小王呀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问题看一下 我们这个时候什么什么上限 可能优先机会比较高 让他体会到 你让他修这个bug 并不是在给我们的软件测试去修bug 这是为了我们整个的一个产品质量 去考虑的 不要让开发长期觉得 我们的软件测试就是 找茬的 你来找我肯定没有什么好事 不要让他有这种想法 我们要整个做什么事 都要以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团队为背景 去通知他做某件事情 OK 第二个呢是改 就我提到 就是在敏捷软件开发里面 就是我们刚提到 就是变化随时都会有 那么有一些改变是不容易去接受的 那我们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会要求需求我们的开发测试工程师有两个点 第一个呢是要有耐心 就是我们我们上呢我们要理解我们的软件需求 下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开发人员的接触实现 所以对于一些业务场景非常复杂的一些产品 我们即便是我们的需求分析师没有帮我们很好的去梳理我们的业务需求 其实测试工程师要需要耐心的坐下来将这业务需求分析清楚 把他的一些外部依赖分析清楚 帮助团队去找到其中的一些risk 第二个呢就是他的一些新技术的研究 因为我们软件工程师可能在切换项目的时候 可能里面可能有mobile的项目 有web的项目 可能有大数据的项目 所以呢 为了对于不管是软件开发工程师呢 他可能也是需要去学习这些新技术 来保证我们的人间开发 同理的话我们软件测试呢也是需要学习这些新技术 保证我们不同项目不同类别的一些软件测试能够顺利的执行 第二个呢就是要建立诚信 就是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在做desk check的时候 我们当开发人员在给你售tus做的核心功能的时候 我们往往是呢 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他意料之外的 或者说他想不到的一些很特殊的case 也许呢这些需求分析师可能都不会想不到 但是我们的软件测试想到了 并且这个对我们整个产品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或者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功能点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体现出来我们的价值 让他们认为软件测试的价值 让他们肯定你软件测试的价值 OK 然后是比如说你在做我们整个产 你发现我们产品软件管理中有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主动提出然后给出他一些solution 这个时候当我们软件上线之后 那团队就会肯定你当时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提供的solution 然后以对你的价值做到一个肯定 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把自己的价值提现给团队 OK 下一个是我们要引入变化 第一个我提到是一个讨论恐惧 就是我们在人间开发过程中可能有很多问题 有些团队成员呢 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可能就继续往下做了 但是我们敏捷里面讲究的是持续改进 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会议 回顾会议 Rachel 我们要软件测试呢 我们需要及时的把这些risk 还有问题和团队成员的一些concent 及时提出来 抱有一个开放的态度 不要对事不对人嘛 及时的把这些做一些处理 这样的话在下一个迭代中 我们就不会有同样的一些恐慌 或者说是问题了 OK 第二个我写的是一个那个轻触成功 轻触成功 比如结合刚才的例子 我们做了前面梳理AC 包括我们的开发人员去做一些展示 到最后我们的软件测试的集中测试 再到最后产品上线 假如说我们 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测试完一张story 发现 假如说我们的kick off和我们desk check 做得非常完美的话 其实到软件测试手里面的话 它的bug已经是非常少了 当你在测一张bug的时候 你发现你测下来 测一张story的时候 你发现你测下来 其实没有一个bug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很小的庆祝的 比如说你第二天你可以给你那个做desk的那个开发人员 比如说我们会两种一起去吃饭 或者说会去带一些小吃 会去和他平生活中聊一下 让他认为 让他肯定到 我们原来做的这些kick off 做desk check 都是有价值的 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成功的一个庆祝 就可以巩固我们之前所做出的一些改变 或者决定 起到一个巩固作用 OK 接下来是一些管理层的期望 对于有一些团队的 我们有一些团队的 比如说管理层的话 他不是所有的人 他都会了解敏捷测试 或者说scarf里面的一些文化 当我们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团队的时候 你可能在做一些改变 或者一些想法的时候 你可能很难去实行 因为大家都没有这样一个文化背景 你去提的话很容易就是闭门羹了 所以呢 我们要站在我们的项目经理的角度 他们关注的是什么 他可能关注我们的软件开发的一个进度 并且在传统软件里面 他可能是一个下达任务的一个这样的角色 他可能只关心自己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呢 我们就要站在我们项目经理的 sorry 我们要站在项目经理的角度 从投资汇报率和他去介绍一些 我们想要引入的一些实践和变化 比如说任务分配这个模块 当我们引入了scarf这些看板 这些story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去项目经理去做 项目经理去做一些任务分配 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会感觉到很不适应 他感觉到对我们的项目团队已经失去了控制 就心里会很不踏实 对我们的软件开发进度可能就不是很清楚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站在软件看测试的角度 告诉他我们引入这些之后 我们所带来的收益可能会节省开发团队什么一些时间 可能会加快我们的开发团队的一些效率 从这些角度去首先要说服我们的项目经理 在向团队所要去push一个活动的时候 首先在push之前呢 我们是需要去拿下我们的项目经理 你要提前呢和他去做一个比如说一个ketchup之类的 让他对你的idea和想法去要承认和认可 其次呢我们才可以向我们的软件团队去推出 OK OK 最后呢我会给大家讲 概括性的讲一下就是我认为的一些成功心法比较核心点 第一个是我们为客户创造价值 就是作为软件测试 要时刻一是要 要为客户着想 认为他们要开发这个软件产品 对我们的客户是能带来什么价值 第二个呢是为我们的用户要着想 要知道他用户用这个产品 他能get到什么价值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产品 我们这些都是要我们在软件测试任何阶段去反复去想的 第二个呢是我们要促进面对面的沟通 为什么促进面对面的沟通呢 比如说有一天你可能需要和两三个不同的角色去沟通一些事情 那我们从早上从早上开始上班到下午下班 周间我们可能和这些人都要去约会 约时间 可能你约一点他没有时间 两点他没有时间 下午他又突然又请假了 这样一个人还好 两三个人下来 你一天就是什么事都不用干了 专门用来给他们约时间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提倡的是面对面的沟通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和学生分析师 还有软件开发工程师 这些面对面的沟通 包括share屏幕呀这些 都能让他们很快地进入我们的谈话背景当中 及时地去响应 并且我们可能提倡的是扁平化的管理 当我们有些跨部门的沟通的时候 我们自己完全是可以抱着电脑去找他 然后我们面对面沟通 不用再去跟他再约各种开会时间了 OK 第三个是勇气 就是和我们的需求分析深比 我们软件测试的需求的点 可能有可能在前期没有那么清楚 和技术人员相比 开发人员相比的话 我们的技术还有我们的产品 背后的技术实现可能也没有那么清楚 所以我们不要去有任何的顾虑或者羞涩 因为我们不是像他们 没有他们那么专业 不是百分之百投入在这个事情上 所以我们要克服自己的勇气 有问题要及时提出来 OK 然后是第四点 是我提到了一个持续改进 也就是在我们的软件管理过程中 你有任何的问题 不要一直一拖再拖 要及时把它提出来 向团队去暴露出来 也许你所提出来的问题 对别人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或者说是你对某一个 我们某一个产品软件开发环节 有一些质疑 但是可能我们整个项目经理 他就是有这样专门一个设想 有他自己的用意在 所以我们要及时把这些提出来 做到持续改进 OK 然后就是响应变化 响应变化之间的话 刚才提到就是需求分析是可能需求在一直变化 还有我们的上限时间呀 这些也都是在很快的变化 我们对于变化和及时的响应 比如说我们上限时间调了 那我们的测试用力的优先级呢 要及时做一个调整 来保证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 然后我们有限的模块可以高持量的上限 OK 然后是自我组织 自我组织呢 就是刚才讲到 我们在一个敏捷团队里开发人员 比如5比1啊 和测试5比1啊 4比1啊 这样的一个概率里面 这样的一个比率里面 我们测试人员呢 是对自身要有 对软件测试要有一个 全权的一个 全权的一个规划 在你接触 包括我们很多年的软件测试经验 在我们接受到一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心里清楚 我们这个软件测试要怎么去做 然后再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它做好 这样是要有一个规划的 当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你向团队寻求帮助之后 然后可以继续前进 比如说我们的自动化提高了呀 提高 覆盖率提高了 或者说是我们的CI集成 我们的覆盖率也提高了 这样的话在软件后期的话 软件测试的任务就会下降 这些做一些提高 所以我们对整个软件 质量的把控是要有一个全面的去设计 最后的话是一个想 就享受乐趣 就是比如说你在接触一个团队的时候 你刚接触这个项目 一平的都是bug 你可能就是心里会骂人 这是一个什么项目 怎么这么多bug 其实呢 我们要其实调整自己的心态 就是不要因为有bug 然后就影响你的工作效率 然后当我们把这些bug 一个一个修完之后 我们的产品没有bug了 或者bug非常少的时候 我们也要享受这一份成功的快乐 OK 而且并且在你在软件开发过程中 你自己结合工作时间 提出来一些设想 当带入到团队当中 当它起了一些作用 并且为成为项目 带来了一些成果的时候 也是要享受这些快乐 把这些快乐学会和团队分享 让他们认识到软件测试的价值 这样的话 会对你以后 推出来一些新的思想和方法论 会有很大的帮助 OK 今天的演讲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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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讲的还比较快 是吧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才有没有想问的 可以交流一下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 就直接起来问 或者举手示意都可以 或者不起来可以问 好吧 大家都没问题 都理解得比较好 行 我想问一下 那你该讲AC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的测试用力 拆一个点 拆一个矿头 就是这样我们要好理解一点 还有问题吗 我有个问题 就是测试用力的那个力度 就是比如说大到可以 一个工具考虫 小到可能就是一个输入化的检验 就是一般要写的多长鞋 那是根据项目来看 对这个是根据项目来看 所以我刚才提到软件测试 它有一个全程把控的这样的 一个决定权 就是写力度到哪个部分 其实是软件测试 你去说了算吧 但是最后这个产品质量 也是需要你去带领团队一起去负责的 我这边有个问题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在前端领域 有没有什么 除了那种端对端的测试 就自动化测试这边 你有什么实现吗 因为我好像做前端了解到了 他们前端那块都是手动的 然后那种 你说这UI测试吗 对UI测试 有什么自动化的一些 有外部 外部的还是某外部的 外部的话 现在比较 我们公司比较流行 BDD那一套框架 它就是基于外部 基于那个UI的测试 BDD BDD 然后它底层也是Celenium那一套 但是它是封装了 BDD比较好理解 当我们把这个写完之后 B就是Behavior Driven Developer 然后它是站在用户的角度去设计Case 这个有个好处是你写完之后 它可以拿到你写的最上层那套测试用力 可以去和你的产品经理 还有项目经理去做一个汇报 而不像有一些测试方向的话 它全部都是特别难懂的一些代码 上级可能不是很好去理解 对 那它是要写那个脚本 对 后端的话是要写脚本 但是它最上层可能会比较好理解 谢谢 没事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是集成测试外部交付了吗 不是 集成测试是 就是有的话 像不是前后端分离嘛 就是前端可能开发的快 或者说后端开发的快 在前后端中间可能会连调 他们在连调完之后 就是测试人员是对我们的前后端 做一个集成测试 但是测试完之后 可能还有整个大模块的一些 刚才提到JUI测试之类的 还有上线前的一些回归测试 这些做完之后才会上线 谢谢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 功能测试和测化测试 这个测试比 就� Foi公司如果再做自动化测试 和功能测试的测试比 比如说功能测试能占多少 自动化测试占了多少 然后是给自动化层投入的多点 还是给功能层上和性能层上投入多点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刚刚说的那个BDD 之前那个汇丰那边 汇丰那边也用过BDD 那个你说是上层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 就是比如说模拟用户去操作的这种行为的 好像是偏代码比较多一些 代码肯定是比如说Python或加瓦的话 领导可能不太知道的 但是它是能看到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效果 就是这种调 我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你刚刚说那个BDD什么 就是加瓦呀Python呀 领导可能不是很好理解是吧 它BDD它后期的话 它后层的话 它是基本上大部分主流的语言都是可以的 比如你刚刚提到加瓦派词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上层那一层它就是自然语言 比如就是那种Gavin Winsen那样 我知道 但是我知道你说的这个BDD是这种 但是我了解的很多的这种没有用到BDD 就是直接就是写好了脚本 然后跑出来一种这种模拟用户操作的这种效果 其实这个不好就是它的劣势就是在于就是不好让那个领导去理解 但是确实是模拟了用户去操作的这种效果 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比如说模拟用户行为 然后跑一些测试用力 然后我们去给比如说我们产品经理去售 这样的话就是只是一个效果嘛 它们看起来可能感觉比较炫酷特别炫酷 但是它可能不知道你这个测试用力 就是当很多测试用力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可能不知道哪个模块我们是用哪些用力去覆盖 就我刚刚说的BDD你可以把BDD最上面那一层写的更加通俗一种 或者说是直接引爆我们的那个需求分析师进来 帮我们把那些测试用力梳理清楚 这样的话而且它有那个Sinera呀还有名字这些 你可以都还有Tag这样的一些特性 你可以都加上做一些归类 这样的话最后它会有类似于就是测试用力管理这样 它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哪一个模块 比如因为你家的不同Tag嘛哪个模块我们有多少测试用力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就和其它那些自动化就是你刚说的纯代码那一套 这个就稍微好理解一点 并且就是不会代码的人他看了之后他也非常清楚 我们这个用力是在测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 就刚才你还有一个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 对第一个你刚讲的是那个功能测试和自动化占比是吧 对 就是在平时就是我刚提到一个重大形象 不知道你刚关注到没有 就是我刚提到那个台规测试用力量比较大 像这种话我们其实是很提倡那个自动化测试的 包括我们在每个测试里面 你想每个开发它每天还在去护士代码啊 如果当它护士完这个产这个代码上线了之后 然后你再去测 其实发现bub那个修复率修复的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CI里面其实也会有smoke测试这样的东西 还有我们的进程测试 这些都是自动化测试 你针对某一个store的测试 这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手动测试 更多的是一些探索性测试 但是当上刚才说的上线前的一些回归测试 还有我们CI里面的一些简单的整体浮漏的一些smoke测试这些 还有集成测试这些都需要自动化的 保证我们的开发人员在每一个permit之后 它的permit是不会影响我们的整体的产 不会不落和你 不会不落和我们的产品 保证我们的软件测试的那个环境是ready的 那我的理解就是说 这一方面其实在各个环境 比如说代码 就是环境代码基本就已经好了 然后这个项目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的时候 然后去做这个增化测试 其实是能占优势一些 而前期的话还是以功能测试为主 前期的话像模块的话 像开发它刚才提到一个模块一个模块这样去开发 当它可能开发那个东西 比如说前后端它是一个 它就是个后端这样的话 你可能会就简单可以调一下API 就去手动去测一下 比如反规结果这样去测一下 当它把这个功能模块就是可能也就 就一些所有测试完之后 这个时候你就会加一些比较 high level的一个自动化测试 保证就是它是OK的 就加到我们的smoke里面了 还有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是做自动化测试的话 一般多少个用力比较合理 一天 你觉得 你说的是一天是跑多少还是怎么 就是写多少个用力比较合理 因为我们之前是在后客国这个 后手 你说的是一天写几个自动化测试用力 是吧 对 然后并且出行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很奇怪 就是在我们人间开发前期 就是我们产品功能还没有ready的时候 和我们后期 不是这个 就是回归测试 就是基本上代码已经重新功能 已经都好了 做回归测试 或者是验证测试的时候 后期你说的是写用力的时间还是执行 就是一天写并且执行它 你是说出个量吗 我就想 尋询一下这个 多少比较合适 因为我们也得给领导一个说法 但是他接触这个比较少 人就问我 你自己衡量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是 第一是取决于你的产品的规模 就是我们要上线什么的 这次上线的东西嘛 然后第二个是取决于你的那个刺耳用力的一个 技术的复杂性 如果比较简单的话 那你ok一天之前二三十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比较难的话 你可能一天之前那么两三个有问题 你也需要去点一下去修的 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需求分析师产品经理还有项目经理的工作内容和测证点是什么 需求分析师它是 首先先说一下那个业界需求分析师吧 它主要就是把握整个产品的未来的发展趋势 包括它拿到这个整个大模块产品工具之后的一个拆分过程 还有力度 这些他都是需要去了解的 有时候他也是需要了解一些 就是人家开发或者人家测试一些技术的东西 这样的话他才能 会 因为我们有时候去 会需要去平衡我们的需求和我们的技术实践这两个点的时候 所以他对他的技术背景其实也是有一点了解的 有一点需求的 然后 先再说一下我们公司的需求分析师吧 他可能 还会有一些能力要求 他需要和客户 还有我们的 对我们的客户战略 还有我们的产品规划这些 他都有 比我们的 sorry的拆分这个地方 可能占的比例更高一点 就对沟通类似于我们的项目经理 这个时候对这些要求是比较高的 然后还有刚才你还提到那个产品经理是吧 产品经理它主要就是保证我们产品 它有点 它有时候 在很多项目里面 它主要是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规划一个产品的时候 前期去去我们是不清楚的 我们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可能会引望一些人去做一些公司调研之类的 把它调研收集来之后 会设计出来这样的一个产品 这样的产品经理是会负责这个产品最后的成败的 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就做完之后 市场的响应率好不好 这些产品经理都是需要去负责的 所以它主要是把握整个产品的一个方向 然后我刚才提到项目经理 就我刚提到项目经理有些团队里面 他的需求分析师其实是做了很多项目经理的事情 然后但是和需求分析师相比的话 我们的项目经理更加策重于我们的项目管理 因为我们从整个刚才提到 就是拿到需求一直到最后的产品上限 整个项目管理嘛 其实是项目经理去把控的 包括每一个角色有任何问题 或者说是有什么改进的空间 都是需要和项目经理去谈的 谢谢 还有什么问题吗 刚才不是提到那个自动化测试的那个问题吗 然后我想基于这个问题再继续问一下 就是刚才你介绍SCRM的时候 我理解它应该是以那个模块为 为基础进行开发的 但是刚才提到自动化测试 它主要应该就是办法比较稳定 回归测试的时候 那它是基于就是整个项目的这种角度 所以我就是想知道就是在你们公司 自动化用力 自动化测试是什么时候介绍 自动化用力的那个开发的那个就是 什么时候开始 我先澄清一个一个概念 就是你刚提到那个自动化测试 就是这个范围特别大 就我刚提到自动化测试 我觉得你想表达应该是N4M的测试吧 就是端到端测试嘛 就是因为刚才我刚提到就是 就是在我们像刚bill的起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代码架构刚好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就已经引用自动化测试的 就我刚才提到就是我们一个产品会很复杂 我们会挑比较核心的模块 比如说两到三个case会去覆盖 会在我们的部署环境里会去跑步 就我刚提到会确保每一个cermit是不会影响我们的产品环境的嘛 就这个时候已经介入了 然后刚才提到我们前后端做完之后 这个集成测试 这个也是需要自动化测试的 但是这部的集成测试的话 就是QA可以去主导 但是中间你可能假如说你的精力不够的话 你是可以向团队去寻求帮助的 开发人员也可以是去写的 然后你刚提到那个端到端的测试 端到端的测试 就我刚才说的一个小模块完了之后 其实我们也可以已经开始做了 但是当整个项目模块基本上已经开发 90%已经开发完了之后 在后期的话 那可能它的量就会变大 然后我们又会集中精力可能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新功能也不多了 你那边的测试任务已经下来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集中精力再加更加细节的 像就是这边小伙伴刚才问你的那个就是力度 力度怎么把握 就是前期的话可能力度会稍微粗一点 到后期的话我们新功能少到这个时候 我们会在其中加一些就是力度比较小的 这个就是你自己去把握和平衡 当你做的差不多的时候 你是可以和团队做的就是展示一下 我们的就是测试用的设计 然后看他们买不买账 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好的建议没有 然后再去改进 但是整体的这个力度把握是测试人员来做的 来 谢谢 有问题吗 我这边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因为我刚才发现 世上的那个QA的这个软技能和那个BA的还很多都挺相似的 所以我就想问在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合作 那么合作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 有可能是我没听到还是什么 没有听到你的自我介绍 还有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岗位 然后现在是做的 做了几年什么这个经历 我是没有听到的 是吧 就这两个问题 嗯 刚刚刚先生说这个 你说的是和需求分析师在高通中需要注意什么 是吧 对对对 嗯 其实和需求分析师 QA和需求分析师去打交道 基本上都是在确认需求 然后有些需求呢 BA可能也不知道 他需要和产品经理去确定 然后其次是 就是你需要把 就我刚才讲到 你需要把整个需求大的轮廓 在自己脑子里有一个大概了解 即便是就是需求分析师 他有时候可能也不是很很清楚的时候 你需要是去了解这些的 然后中间假如他给到你一个需求 你需要把这个需求放在我们整个产品背景上 去想他这个需求合不合理 哪里有没有问题 他可能给你的时候他没有想那么多 或者说他没有想全 然后你觉得有问题的话 你就要就要及时提出来 有很多case是这样的话 是这样就是你可能做完之后 到后期我们产品可能都做了一半了 然后发现 这个需求好像跟之前需求行做的很类似 很类似以后或者是一个很小的改变 但是需要花开发团队花很大的 effort去做 这种的话 其实你在和需求分析师在沟通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在前期去识别出来 不就会就是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主要还是一些就需求的一个大的规划 还有一些小的很细致末竭的一些需求 你需要去确认 还有需求中间的一些依赖啊这些 主要是这些圈这些东西 我能这样的解释 就是相对来说 BA它对于这个产品大的一个人家规划 大方向方面它可能更专业一些 但是在于关于这个产品的业务方面的 具体的一个专业度来说 有可能就是说 就是QA这边的话 专业性可能更强一些 因为你跟每个模块接触的时间 是比第一时间要长的 嗯 ok ok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刚刚还有提到一个 刚还想到一个点就是 嗯 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 好的 你刚问的是 就是介绍是吧 自我介绍 我是软件工程出身的 就是课班出身的 然后做测试 就是我是14年毕业的 就说到现在了 嗯 其实我 我自身是 其实比较喜欢软件测试这个 这个岗位 就是他 就是我刚提到 他和很多角色都会有 有交集 了解不同的地方 会 会比开发的眼界更宽一些 然后 然后对你的沟通技能 可能比开发也高一点 然后对需求分 跟需求分技术相比呢 他可能对你的技术 会有要求 所以就是 两方面都会有 不会像开发和需求分技师那么极端 当然也有些人 开发工程师他的 其他染技能也很OK 就是他这个职位本身的话 就和那两者相比的话 就是占得更多一点 嗯 嗯 我说第三个问题 你可说这样吧 哈哈哈 第三个问题补充一个啊 嗯 那么这个QA的话 在那个 在你们公司的这个发展的通道 它是怎么样的 QA它最后 它如果你是技术型的 你 或者你有自己的那个意愿 你可以最后做到tech leader 然后最后再往PM做 我给你对应他们公司的那个 我这个问题 我可以像我给你讲 好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对对 然后如果你是管理型的 你最后可以转BA 也可以转向经 也可以往后做 对这样 基本上是这两个通道 对我现在给你讲 我现在给你讲 我现在给你讲 我们公司的一个职业的路线 就是有很多的角色 对 OK OK 好 谢谢啊 您和您说 刘璇 哈哈哈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留给我们这个男 那可是 谢谢啊 那个就是现在这个 DI现在现在 已经开始介绍了 完了之后 就是我一些朋友 在做DI方面的 这方面的这个测试 因为它产生大量的代码 但是同时就是 它可以用那个 像一些优化器优化 它会有修剪 完了之后 你怎么做这个测试 还有这方面的 您觉得就是 观察到那些进展 能不能介绍一下 AI的项目是吧 就是AI完了之后 它会自动生成这样的 这样子 它会有生成这样的引擎 还有它的 就是分类器 这些东西 完了之后 怎么给这些人做测试 刚才你提到那个 AI里边 就是整个细节实现 这个地方我没有做过 我是目前 最近在做那个 那个大数据那方面测试 这个我大概会有一些了解 然后刚才还提到那个 现在是比较流行了 把AI引入到那个 人间测试当中 对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现在想的 就是写写测试用力 就是把更加的自动化 就是包括我们最后分析测试用力 挂没挂 是因为哪个问题 这些都做成人工智能了 现在有很多这种工具 但是更多的是收费的 这个还不是很成熟 然后刚才大数据测试这边 我现在做的那个项目 就是一个大数据项目 但是它有它的点吧 就是它更注重于我们的数据的准确性 所以对测试的要求就是你对那些数据库的知识 其实会非常比较清楚 当然对你在哪那里也是有要求的 包括我们要确定我们整个页面上显示的数值 是不是正确 刚才也是需要了解它们开发背后的实现 然后通过什么样的circle的一个逻辑 两个表里面怎么march 怎么一个关系 然后处理得到这样的一个数据 都要非常清楚 然后对是这样 对数据库那部分会更多的更多的要求 然后还有一些ETI的 因为现在这种前后端就是 古多的大数据项目 前后端分离的这种 然后你要搞清楚它 它API调的这个数据 是在哪一层数据部哪一层去做的 它是在做ETL的时候 它是怎么去做的 还是它的一些计算逻辑是在前端放着 还是在表之间放着 你都需要去搞清楚 然后了解到这种之后 你才能更加针对的去做一些针对性的测试 是这样子 还有问题吗 然后我们谢谢 谢谢大家 下面